這是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 首先第一個 你把它記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學科學記號 原因是你把它畫起來 就是有的時候 我們要把一個很大 或者是很小的數字寫出來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情形 知道嗎 第一個 你要寫很多個0 對不對 然後還有呢 又容易寫錯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去把它寫成科學記號 這樣會啦 那科學記號長什麼樣子呢 你可以看一下 你把它畫起來 這邊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 A乘以10的N四方 像這樣子的形式 就稱為科學記號 那其中的A 注意聽喔 很重要很重要 其中的A一定要介於1到10之間 注意喔 我寫的是A要大於等於1 我可以剛好等於1 可是呢 不可以超過10 OK 像這樣子的呢 就稱為科學記號 好 馬上舉個例子 比如說 這個 3後面幾個0 我們數一下吧 1 2 3 4 5 6 7 是7個0 那 它是等於3乘上10 有10個0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寫成科學記號了 那10的 10 對不起 1後面有7個0 是不是還有10的7四方 對不對 所以呢 寫成3乘以10的7四方 好 像這樣子的就稱為科學記號 對 好 同學很棒喔 如果外衣出現這種怎麼辦 馬上舉例 比如說12000 那這怎麼辦 12000 來 線上馬上教你喔 如果是出現這種12000的話 我教你 你就把它寫成是 1.2 去乘以1萬 有看到嗎 有 因為小數點在這邊對不對 本來在這裡嘛 那現在我要寫哪邊 寫到這邊地方去對不對 但是總共有幾位數 4位數 如果有4位數 就代表會有4個0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更快的方法 答案等一段 1.2乘以10的4四方 像這樣子的就稱為科學記號 就是 簡單的說 前面這個數字呢 一定只能介於1到10之間 這樣子 OK嗎 可以啦齁 好 這樣可以啦齁 再來下一個 那如果外衣是負的怎麼辦 負的怎麼辦 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了 先錄這一段就可以了